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火死人归来的第二部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在1969年,某化学公司和美国军方进行了秘密实验 研发一种谁碰上谁嗝屁的生化武器 但由于这种化学物质非常的危险而且容易挥发 后来政府决定全部销毁 但在运输的过程中出了事 其中有一桶化学原料不愿意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嗝屁 于是便趁机逃了出去 转场之后,小正太和大钢牙小屁孩三个倒霉孩子跑到墓地去玩 大钢牙和小屁孩把小正太带到了一个墓室的门口 说你现在已经正式加入了社团,进去牵个道 小正太一听就吓尿,其王虚晃一招,仨子就撩了 大钢牙一看这孙子刚加入组织就想叛变,那能干 随后三个人摸进了一个下水道 发现了那桶逃跑的化学原料 这仨倒霉孩子不仅天不怕地不怕,好奇心还大 而且这里边就属大钢牙的首线 这哥们已经开关了,突然一股绿色的气体在桶里迅速的弥漫 然后僵尸矛断书就出现了 三个孩子一看了都吓坏了,一个个跑得比狗都快 由于这小正太无组织无纪律,被大钢牙和小屁孩锁在了墓室里 转场之后,斗逼叔雇佣蒙圈哥去盗墓 他女朋友大眼妹说,这敲寡妇门刨绝户坟是要遭报应的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立马嫁给梅老板 蒙圈哥说斗逼叔一晚上给我一百美元的 我要是不干,那我趁脑残了嘛 蒙圈哥跟着斗逼叔往墓室走的时候问他 咱是来偷金银财宝还是自行车手表 斗逼叔说我的客户是专门收集被埋葬过的偷盖物 蒙圈哥一听就蒙圈了,说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斗逼叔说别打听那么多,你知道的是越少越好 这小正太被关在墓室里之后也没消停 是爬高上低,很快就被干尸里下蒙逼了 这个时候蒙圈哥和斗逼叔刚好进屋 斗逼叔说你这个小混蛋别跟那儿捣乱啊,赶快给我滚蛋 小正太回到家,发现他姐姐金发妹正在甩胯扭腰挑剑本仓 哎呀,要说这姐妹长得还是挺有料的 就是臀部不太翘 这人的好奇心要是太重了就很容易丢了命 大钢崖和小屁孩返回下水道就开始下折腾 这不一会儿从桶里窜出一股绿色的毒气 把这俩熊孩子呛满直咳嗽 这毒气顺着风铺天盖地就飘了出去 紧接着就是一场漂泊大雨滴滴落在春的泥土里 滋养了大地,让那些孤魂野鬼全都恢复了生气 这斗逼叔一看就是一惯犯 打开棺材盖就开始门干了 蒙圈哥一看斗逼叔残忍的手段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说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斗逼叔从尸体上取下一个手样说 这炮牛也需要本钱 这玩意最少值一百美元 两人正忙活的时候 这毒气顺着门口就飘了进去 转场之后 有线电视台的维修工大眼哥来到了金发妹家 大眼哥说妹子长得确实有几分姿色 咱俩是不是在这儿见过呢 金发妹一眼就把大眼哥看个底儿掉 说你甭来这一套 就我这花容月貌 想追我你得拿号 到了晚上 小郑泰来到了大钢牙的家里 发现大钢牙两眼无神脸色发青了 眼瞅着就要去西天去震惊了 小郑泰说老大你可不能嗝屁啊 不然咱社团就没有凝聚力量 大钢牙说我有病这事 绝对不能让华尔街的人知道 不然肯定会引起全球性的金融风望 从大钢牙家里出来之后 小郑泰带着自制的房东面具摸回了下水道 发现桶里的僵尸毛淡叔已经不见 当他刚把桶上的电话号码抄下来 毛淡叔在他背后就出现 毛淡叔说小朋友你别跑啊 让我吃了你的脑子好不好啊 小郑泰一看当时就吓屁 撒牙子就撩到了墓地 当他正靠在墓碑上着气的时候 丧尸们从地里就冒出来 一个个红光满面准备开盘 斗逼叔和蒙圈哥正在墓室里闲扯淡的时候 大批的丧尸就出现了 两人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拽着大眼儿们仨子就跑 小郑泰回到家说可坏了 猜那些尸体都从下面跑出来了 金发妹说别胡说八道了 赶快酿酿去吃下 斗逼叔三个人跑到金发妹家门口 开点大眼儿哥的车就窜了 可由于丧尸大妈都出现了 蒙圈哥直接把电影杆都装断 这三位刚跑进金发妹的家 丧尸们就杀到 把屋里这些人全都瞎尿 大钢牙由于吸入了毒气 很快就变了异 一口就让他妈咪冷淡接嗝了屁 转场之后 一帮人来到医生王大白家求救 王大白说夜猫子进宅 无时不来 你们到底是劫色还是劫财 大眼儿哥说丧尸们已经杀到了 再不开车逃跑 咱全都得叫翻票 一帮人开着王大白的车 刚冲出去 就遭到了趴在车顶上的 一个丧尸的袭击 把这帮倒霉的全都吓懵逼 虽然最后没什么事 但丧尸的那只手 却亲切地握后了他们的祖宗马尾 由于吸入毒气的豆鼻叔和蒙圈哥 是脸色发青浑石打冷战的 于是大伙一起开车来到了医院 可他们走进医院一看 发现医生护士全都不见 王大白说我就是医生 专治疑难杂症 这辈子还没有我治不好病 转场之后 大眼儿哥金发妹和小正太 开车车到城里求救 三个人来到警察局门口一看 发现这里已经沦陷了 他们急忙又来到了金发妹的爷爷家 大眼儿哥一进屋就吓一跳 说没想到你长得国色天香 还会打手枪啊 小正太说我姐姐可是低年级 打手枪第一名啊 牛逼的不行 等大眼儿哥等人回到医院呢 豆鼻叔和蒙圈哥 眼瞅着就在里头犯 王大白说他俩既没有呼吸 也没有心跳 从理论上来讲已经死翘翘了 大眼儿妹说你这个大傻猫 他俩活蹦乱跳的 凭什么说已经叫饭票了 随后大眼儿妹带着蒙圈哥和豆鼻叔 去另一家医院 但刚走到半路就被几个大兵给拦住了 大兵酱油哥说小镇发生了危疫 谁也不能出去 正说着呢豆鼻叔突然变了异 坑吃一口就让一个大兵嗝的屁了 另外两名大兵一看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的 急忙冲豆鼻叔就开了枪了 可此时的豆鼻叔神功已成啊 除了高压电原子弹呢 谁也别想让那里头犯 两个大兵一看大事不好 开着车就跑 大眼儿妹说大叔啊 你在这慢慢修炼啊 我先带蒙圈哥上医院 突然就变了异 大眼儿妹一看当时就下屁了 撅着钉就窜了出去 蒙圈哥一路追到教堂啊 说亲爱的油条豆浆胡辣汤 都没你的豆腐脑香了 转场之后 大眼儿哥等人开车来到了发电厂 丧师妹一看煮熟的鸭子要飞 急忙在后边狂追 大眼儿哥通上电源设下圈套 然后这帮丧师们就开始活蹦乱跳 这高压店就是高压店的 很快就让这帮丧师们领了喝饭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平时手别那么欠 不然容易领喝饭 五三高考加模拟 没事找张卷子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